宏都拉斯在今天也正式的建交 两国外交部长在北京举行的会谈 签署联合公报 强调宏都拉斯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联合公报中提到 根据两国人民的利益还有愿望 决定要自公报签署之日期相互承认 并且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对宏都拉斯共和国政府